這裏我們看一看unit tax的如何處理 我想主要說的是這個supply curve 你記得我們的marginal cost沒有變過 其實這裏寫MC2都是以往寫得不太好 應該這個幫忙塗了它 其實marginal cost是沒有變過的 因為是加了test上去 所以supplye應該是marginal cost1 再加個test的 行不行 我們又找回最原始最基本的先 基本上這兩個會模 那consumer surplus的話 這裏又是交換多次了 p和mb 兩條線之間是相差壓 所以應該是p和ah 另外一方面對於producer surplus來說 應該會是p 然後還有marginal cost的兩條線 哪裏是成本 所以應該jp1h 這裏都很簡單的 那跟著再下去 如果考試寫的話呢 你又不確定分數到底要拿多少的話 就是你未懂得看條題目的分數 那我建議你就由最開始以前那樣寫開了 那我們就跟回會先由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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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兩邊一起看 好 那我們會先由 你會看到是由factor開始 就是什麼因素 然後怎樣動supply p 跟著q 跟著下面整個就是關條題目 如果講efficiency 就會是 要這樣寫的了 行不行 那我們再下去的話 就轉了如果是 加了個test之後 我們怎樣寫呢 跟著再下去的話 你要記住這條線先 最本身這條線先 因為這條線 我們的marginal cost是會不變的 所以我教你下面寫的area 可能每個老師的教法會有一點點不同的 但也對的 你先聽一次吧 我們先標示下面的比較無聊 加了test之後 成本就貴一點 supply會跌 它不動的 然後貴一點 數量減少了 跟回圖的標記而已 然後再下去 加了test 你要記住在新的這個情況 因為加了3rd party 進來 多了政府 所以我們的total social service 在這個位置 就要加了consumer service 加producer service 再加上政府的得益 因為現在是政府的得益 所以政府的得益 所以政府的得益 我們就要這樣看 所以政府的得益 應該比較容易看的 因為這個vertical distance 這個垂直距離就是在說test 然後你現在就是賣Q2 那麼多的數量 所以這個area 就會是政府的government revenue 所以這個相對上簡單 應該是BP2 F2 應該相對上會簡單一點的 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一定會增加 然後再下去的話 我們逐個看 consumer service 如果你要看的話 基本上加了價錢 就是新價錢在這個位置 然後需求線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之間的相差應該是P2A F的 那應該就會變少了 這個很明顯 那麼問題應該出了producer surplus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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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老師 或者他會有不同的教法 那我先講了我自己的那個說法 先 因為對於producer surplus 來講 現在有了test 所以我們要看回到底producer 最後吃的那個價錢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的教法會是這樣的 其實producer最後來吃的價錢應該是B的點 因為他實際墮落袋不是P2那麼多的價錢 他還要是給稅項政府的 所以實際上對於producer 對於producer來說 他收回來的價錢應該是這個位置的 而其實我們只不過加了test 但是實際上它的marginal cost 邊際成本沒有變過 所以我拿條線 我們會拿回橙色形光筆這個 所以它對大家之間的相差的area 應該會是jbg的 理論上 理論上呢 不是實際上也是 一定會跌的 但是我知道有些老師就不是這樣教的 那都是可以接受的alternative answer來的 那他們就會用p2的位置 然後用回新的supply curve之間的search 所以他可能寫給你呢 就會是ipef的 那沒錯的 那因為兩個三個人都是equals的 那所以騰回上area 就不會影響我找那個結果 那但是對於你們學的話 那就會比較難 你會見到有些overlapping的area 那變成學就比較複雜一點 那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就是跟回他那個producer 最多吃的價格到底是多少 那這個會容易令你理解一點 那這個新的total social service 可以很容易寫給你看 那這裡我就可以標記給你看的話 那新的total social service 是這三個東西加起來 那所以應該就會是j,a,f,e的 而舊的total social service 應該會是j,a,h的 那所以變相 其實你會見到 你就是蝕了這個daway loss 那你可以生產多些的 不過你不生產 你生產Q2 那就underproduction 那所以那個daway loss 應該是ef,h 那所以就會是多了 可以不可以 而這裏如果考試過要你compare MCNB的話 那你記住這裏要寫這條線 是摘了demand curve的 記住marginal cost沒有變過 所以這一點呢 你是markNB的 那下面你原本那個marginal cost 摘了那條線 那所以你這裏是摘寫MC的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呢 就跟回這裏就要寫ACQ2那陣 那你的NB會大 那你的NB會大 比MC 沒有拿到potential gain 有daway loss 你原本可以做到Q1 不過你做到Q2 你應該要增加產量 那所以你不是生產不足 考試基本上都是這樣寫的 那我們就 你見到下面它會有什麼增加重量 就是increasing per unit tax 那基本上呢 我教呢 現在暫時都可能是拍片或者delete了 那這裏如果是速成班 我就不會特別講 那因為這個是再難一點的 那通常就會在MC question 那裏才考的 那so far就不趕著了 那你要再追話 我以後才再拍給你吧 那這些基本上是再高階一點的技巧 那取消那邊就大家自己試 調轉做多一次吧 大致就這樣 txt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你聽得明白的話 那其實題目就只會是imposition 那所以基本上照跟著做就行 就是這樣